颤述台风来势汹汹 借用碧山渔港游艇区 一早大型吊车就来作业 小心翼翼用绳子把游艇牢牢固定 将海面上游艇一一挂上岸边 台风来大的时候摇晃绳子也会拉扯 很危险 所以说降落也会比较安全 因为在海上它会碰撞 关于绳子车转的会受伤 业者与船主跟着时间赛跑 眼看台风逐渐往北 就怕从北台湾登陆 今年7月烟花台风来袭 业者也同样先请吊车 把游艇吊挂上岸 但这个台风更强不敢大意 这些船主也比较担心自己的拆弹在海上 这样怕风浪产生损失 所以我们大雨缸 经过市政局的协调 我们只要被自己台风来 它就会安排我们的那个暗示的场地 那我们就大家请吊车来 就把大家的船吊上了这样子 基本上它设计的关系 这个小团在那个台风期间 对他们的安全性是有比较大的威胁影响 所以是参加运动 所以跟我们的协设是说 这个台风期间让比较危险的风险 所以就先来碰碰 大伙分工合作 风景神经 毕竟一艘游艇 造价百万元起跳 千万元更是常见 任何的闪失 大家都承担不起 记者黄绍民金融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